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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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当听到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到了自己的名字时 陈玉芳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哎呀 我这心情真的当时我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想主席在百忙当中还挂记着我们 关心着百姓 惦记着全国的人民 帮助这些脱困的人民走出贫困区 我是非常感动的 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提到 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一起拼搏 一起奋斗 作为小巷总理 新年一时 我们充满希望 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特别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 其中就有为保护试验平台挺身而出 壮烈牺牲的黄群 宋岳才 江开斌等为国为民捐躯的英雄们 并指出 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习近平主席对黄群 宋岳才 江开斌三位英雄的高度评价 再次在中传重工第760研究所引起热烈反响 学义他们 刻尽职守 爱港敬意的情怀与担当 学习他们甘于奉献以身虚党的品格 为760所的发展 为国防科研实力的提升 做出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特别提到 他时常牵挂着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同志们 二百八十多万住村干部第一书籍 工作很投入 很给力 一定要保重身体 句句温暖的话语 让我省各地的住村干部格外感动 其中提到关心关爱派出干部 我们听后背感温暖和鼓舞 那么2018年呢 我们村已经提前实现了整村脱贫 我们19年的时候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巩固这个脱贫成果 下一步呢 我们一定按照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将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和部署贯彻落实到位 让他在基层生根发芽 新年一时 营口市举行乡村振兴选派干部专场文演出 从不同侧面刻画了住村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无私奉献的情怀 习近平主席时刻惦记着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等 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守护者 这些让他们倍感亲切 倍感温暖 提到我们快递行业 感觉心里暖暖的 习中书记的话 我们牢记在心里 在新年一年里 我们会撸起袖子加油干 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称我们环卫工人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这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最大的肯定 我会把习中书记在心里 新年一年 我带着微笑迎接乘客 我会用我的行动闷暖乘客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 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加速度 看到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中国决心 我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这让作为国家级新区的金浦新区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振奋 在充满希望的2019年里 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承担起一地一级三区的发展使命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习近平主席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谈到 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中国建造 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面貌 这让本纲 安纲 北方重工的广大干部职工精神格外振奋 新年一时 工人们始终坚守在生产一线 用教人的成绩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自己的答卷 习主席的新年贺词给我们在创新路上继续前行 注入了无穷力量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模范代表作用 我们都是追梦人嘛 所以说我们都心中都有一个梦 通过咱们一点点微博小小的力量吧 使咱们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强大 收看了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 全国重粮大户于慧怀备受鼓舞 今天一大早 他就开始对合作社的400多台套农机进行检修 准备在新一年里继续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总书记新年贺词充满了对我们普通劳动者的光怀光安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多种地 种好的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也向新中国70年的华大 我作为一个普通能民 献一份厚礼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既展现了势不可躺的中国力度 也有直抵人心的中国温度 贺词中 习近平主席始终惦记得困难群众 并在新年之际 祝乡亲们的生活蒸蒸日上越过越红火 这让锦州北美社区的居民感到愤外暖心 字字句句都贴近民心 贴近了我们百姓的心理 而且惠民政策落实得非常好 所以这也让我期待着2019有个更好的未来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更是追梦人的舞台 无数奋斗者用实际行动证明 有梦想 有机会 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在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主席指出的 2019年有机遇 也有挑战 大家还要一起拼搏 一起奋斗 令人鼓舞 催人奋进 今后我们将以坚韧步伐的毅力 壮大村集体经济 把美丽乡村建设好 让乡亲们的生活 蒸蒸日上 越过越红火 那以后呢 我也不会停止自己追梦的步伐 争取实现自己更多的人生目标 在2019年 我们要干着当头 私人化教育改革 教书育人 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 从接好每一通电话 维护好每一件装备 保障好每一次会议做起 展望2019年 我们相信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 人民群众会拥有更多 更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总之呢 就是号召我们大家 在新的时代 要用奋斗来诠释民族精神 要用奋斗来成就中国梦想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 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 日历翻开新的一夜 在一起拼搏 一起奋斗的2019年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将继续以 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 闯关夺爱 以弄潮而向掏头力的改革魄力 奋即争先 我们必将铭具起 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本台综合报道 辞旧迎新之际 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 记者用24小时记录了许多人 对于平凡生活的朴实梦想 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们对2018年的不舍 和对2019年的期盼 清晨时分 城市刚刚苏醒 在沈阳市二线 国品蔬菜琵琶市场 李景春大哥 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他有四车的货 需要送 2019年有什么新的期待 期待 再重辉煌吧 希望那公司越来越壮大 然后我的收入也会高一点 她的收入我两天 会更加贵意起来 快追 快追 吃到了 1点钟吃的 卫尔人 8点 2小时 1小时 1小时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 这样的忙碌 他们早已经习惯 我们科出生的宝宝是1280多里 都比较平安 顺利 19年 希望坐我的车 乘客都平平安安的 也助我自己多拉 多拉点活 让家人过得好点 临近中午 沈阳太原街一家川菜馆 进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 陈姐 菜好了 帮她打包带走 2019年 我来沈阳第二十五个源头了 每个国家都有国家的梦想 我个人也有自己的梦想 我祝愿国家的梦想 能够早日实现 也祝愿每个人的梦想 能够早日实现 午后 商业街和超市的客流量多了起来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 每个人都对过往有着怀念 对未来有着期许 有压力 你有动力 然后你就会有收获 这就是酸甜苦辣嘛 就都有了 在检修车间 一列列地铁回库 对于这里的检修人员来说 一天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任务就是 在有限的时间内 准时准点 保值保量地 完成每辆电脑车的检修任务 这是一种协同共信 拼搏近距的精神 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 在2019年 我想继续提高自己的 检修技术水平 然后为省城市民的出行安全 提供可靠的测量保障 新年到了 在异国他乡 有许多游子 也在诉说着他们的祝福与期待 用一个词来总结一下 我的2018年 我觉得应该是充实 再见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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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欢迎你 你好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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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2019 再上辉煌 新年第一天 无数劳动者 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用行动 为新时代奋斗精神助脚 上午9点 在安钢大刑场 轨梁分场 2019年的第180支 百米钢轨下线 今天这里的生产任务 是320支 全部供给昌岸高铁线 我们生产的钢轨 是实际上 是350公里的高速轨 今年我们的产量用是70万吨 我们的合同非常饱满 目前全国每10根高铁钢轨里 就有7根是安钢灶 2019年 共和国迎来70岁生日 而作为共和国钢铁长子的安钢 也将迎来70岁生日 新年第一天 省重点输工水 二级工程的施工现场 依旧响着震耳的钻机声 为了如期完成施工任务 这里的工人们 轮班职守从未停歇 这是我2019年 在的第一半岗 我能够拆架 这么大的一项汇民公司 我感觉到非常骄傲 非常自豪 在刚刚开通的 高4256次列车上 入职不久的乘务员小雷 正度过工作中的第一个元旦 很荣幸能够成为 精神开通的一名乘务人员 然后今天是元旦 我带着特别高涨的热情来乘务 从95年参加工作到现在 见证了铁路 从绿皮车 蓝皮车 红皮车 到和谐号动车主 到今天的380高铁动车主 见证了铁路的变化 作为一名铁路人 为时感到特别高兴 特别志豪 新年第一天 福顺县松树村的陈国顺 一直在草莓大棚里忙活 2018年 他在村里的设施农业小区里 承包了五栋温室大棚 靠着栽植草莓 从过去的低保护 变成了致富带头人 估计我这个棚子 一个能收入四到五万 2019年继续努力 也带领乡亲父老 多挣点钱 2019年 一山傍水的松树村 还要发展乡村游 让大伙的日子 过得更红火 本台报道 今天在我省各地 大家满怀期待 为崭新的一年鼓劲 用奋斗书写新的幸福中国 我现在呢 是在玉佛寺的钟楼前 再过一会儿呢 将要进行的是 壮明复兴中的活动 那么现在呢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来到了钟楼前 他们怀着各自美好的心愿 挥别2018 喜迎2019 终生中 人们告别收获满满的2018 迎来承载希望的2019 辞旧迎新之际 人们欢呼呐喊 有欢乐 有感慨 有期待 有拼劲 在新的一年里呢 我希望 家庭越来越兴旺 祖国越来越强大 今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 辽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正式挂牌 原辽宁边防总队正式换装 我志愿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现身于宏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中国冲 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丹东 鸭绿江大桥 在祖国的东大门 鲜艳的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祝福中国 祝福2019 新年一时 2019年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 辽宁主会场活动 在铁领举行 两千余名登山爱好者 登高望远 祈福新年 2019 辽宁省迎新年垂直马拉松赛 也在今天举行 千余名参赛者 一同向72层高楼 发起挑战 在大连本西 辅顺丹东 人们或登山或攀楼 在高处迎接新年曙光 盘景千名市民热力全开 在2019年努力奔跑 银口辽阳的社区里欢声笑语 和睦的邻里团聚一堂 其乐融融 节日期间 各地的花卉市场春意盎然 人们穿梭花间 寄托新年美好祝愿 这个花叫红韵当头 希望新的一年里 日子红火火的 好运连连 元旦小长假 沈阳故宫邀请了120组家庭 走进故宫 上了一堂历史亲子课 以前没来过故宫 今天来到故宫 学会了很多满足的文化知识 让孩子看一看 沈阳故宫真的是特别的宏伟 特别的壮观 而且让孩子了解一下 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的博大精深 大连 丹东 锦州 盘锦 复兴 铁岭的东勇爱好者 在近零下20摄氏度的北国 迎接东勇挑战 勇士们批驳展浪 为新年书写下拼搏奋斗的第一笔 新的一年 梦想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幸福了我的国 万语千言凝炼成一首歌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一个月无论唱歌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唱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产 我歌唱每一条河 喵喵吹烟 笑笑嘴 我和你唱一条车 我和你唱一条车 2018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616亿元 同比增长9.3% 超额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增长6.5%的预期目标 为实现新一轮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年来 我省财政部门积极落实 重强抓各项工作任务要求 狠抓收入 2018年 中央财政供下达我省各类转移支付资金 2028.7亿元 增长7.2% 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364亿元 增长15.6% 同时 我省实施各项减税交费政策 全年减税规模比上年增长20%以上 减轻了企业和社会负担 促进了创业创新 市场活力得到不断释放 在收入增长的同时 我省民生等重点支出也得到了积极保障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防范化解养老金支付风险 教育 就业 卫生医疗 保障性住房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大投入 2018年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视察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坚持加快推进一带五基地建设 深入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确保打好三大攻坚战 不断增强财政工作 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支撑能力 本台报道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以来 银口市坚持问题不解决不放过 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整改不到位不放过 依法依规疏导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盖州市青石岭镇达兹补村山沟里 有一个废铝熔炼加工厂 无审批手续 而且生产工艺落后 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接到群众举报后 盖州市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到现场 对该企业进行查处 我们第一事件对盖企业进行了断电 并折令要求盖企业拆除所有设备 截至目前 该企业加工设备已全部拆除 生产原料全部清理 厂停了叫停了之后 空气也好了 也没有眼了也没有味了 都挺好 下一步我们将发挥散极环境网络化管理机制 架大监管检查频次 从源头遏制散落物企业的撕毁复言 针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的转办案件 银口市工作协调组日调度日部署 与涉案责任单位认真研判 制定案件办理的时间表 路线图和办案负责人 做到核查到位 处理到位 反馈到位 本台驻银口记者报道 安山市8890民生问题大数据平台 和政务便民服务平台今天启动 该平台将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民心网 市长信箱等各种群众反应问题渠道 全部整合在一起 统一受理群众的各种诉求和需求 目前平台设立了诉求类 需求类 信访类 举报类 公益诉讼类 企业服务类等六大板块 通过大数据技术 智能化手段进行分类分解 把每一项诉求 需求及时精准地推送到对应承接部门 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 今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在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里 祝福祖国 祝福人民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再见 再见 这스트菜市场组时间 yeah 西区的天的制作节目 的第一天a 也要 empowering 现在beam Zither Harp